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仔细看见过这个女孩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年失踪了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无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 去上这个家的乡父 压了 这往前就是悬崖了 无奈兴起残酷 欲加决换的处境 您需要进行手术 我们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败与恨中 就是投赌我幸福的贼 救赎 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就在做你的心 敬请收看《普法兰日记》 六级妮妮剧《风雨燕归来》 走了 我再给宝儿 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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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以后跟宝儿好好过日子 给宝儿生了一男派女的 训上赵家的香火就行了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今天继续我们的第二集故事 如今我们的主人公欧阳燕 被在团伙拐卖 卖到了一个片的村庄 给了一户姓赵的人家当儿媳妇 而另一边呢 她的未婚夫楚良 是跑遍大街小巷四处寻找 却仍然了无进展 一对原本幸福甜蜜的友情人 就这样被生生的拆散 而现在我们看到 吴婷婷已经逃脱了魔掌 而她就是欧阳燕一同被绑架的受害者 那么她能否为真婆案件 找到欧阳燕提供有利的线索呢 而欧阳燕最终又能否在 遭受更多的不幸之前得以获救呢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梁大 回来了 怎么样 找到了没 怎么样 找到了没有啊 怎么样啊 你 那得怎么样 这还没 你当时说话呀 你那急死我呀你 梁大 妈不是怪你呀 妈这心里不是着急吗 当初答应过燕燕父母 要好好照顾她的 你说像在这儿 哎呦 妈 您放心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闺女啊 之前你是谁我不管 可你现在是赵家的媳妇 你想吃赵家的饭 喝赵家的水 就得替赵家生的孩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哪 得认命 你模样在俊俏 可现在到了这个份上 你就是娘娘的身子 把自己作件死了 不也不值钱了吗 啊 姑娘啊 我知道你很乖 又是大学生 听话就好 一会儿我就给你洗澡 让你和宝儿圆房 啊 进去 进去 管理他走 去呀 听话 到床上 找你媳妇玩去 去呀 不 阿阳个娘是 听话 去 去 去 不要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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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要 妈 还看 哎呦 走啊 好不正经的 妈 不要杀宝 不要杀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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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喜欢飞机吗 我喜欢飞机 我喜欢 大飞机 好 只要你以后啊 乖乖的听话 我就陪你一起 玩飞机 真的 骗人是小狗 好 飞机 飞机 飞喽 飞喽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爱我吗 爱我 爱我多久 我爱你一万年 好好好 好好好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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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枕枕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次的事情是我们不对 请您原谅 但是也请您理解 她的未婚期现在有可能也在人犯的手里呢 真的 您孙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 我们也很着急 过去这半个月我们也没敢来打扰您 她现在好见了吗 好点了 晚上能睡着觉吗 那就好 爷爷 请您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刺激到她 如果发现她情绪不对 我立刻停止提问 您看可以吗 好吧 爸 爸 爸 来 娘 娘 来 过来 娘问你 你媳妇好吗 媳妇好 好 媳妇哪好啊 媳妇带宝坐 大卫衣 大卫衣 你什么傻话 去去去 得 得 我还得去给姑奶奶做饭 你 跟我一块去 你给我当下手 走走走 走走 怎么样 吴婷婷一看到照片 脱口二出姐姐 可以肯定 欧阳燕和吴婷婷 是遭到了同一个团伙的绑架 吴婷婷被蒙着眼睛 带到一间屋子里 无法确定位置 但闻到有油漆味 叶叶是第一个被卖的 吴婷婷是第二个 她被卖到徒阳村 是个五十多岁老官棍 她是趁她喝多了 跑出来的 太好了 终于有线索了 幸福你了 一碗 我当着你 你这个不值好歹的东西 老娘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你 你敢护得我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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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下来 下来 白鸟 我求求你 放过我们娘了 你说什么 娘俩 孩子是我为婚夫的 我们打算结婚的 可是 我说这么少给一万块钱 他们那么痛快就答应了 原来是便宜没好坏 你这个不要脸的丫头 你怎么没结婚 就给人家把肚子搞大了 不是我要来的 是他们绑着我来的 带娘 小宝这个 你还是一样的矮子 我的 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我们小宝怎么了 我们小宝四肢坚钱心对善良 他哪敢配不上你啊 回到黑怎么护着你 我告诉你啊 现在嫁到我们赵家了 你必须把你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拿下 你听到了没有 我连给你快打 老大娘 老大娘 他还怀着孕呐 你要是打坏了 怎么给咱们生孙子呀 别老糊涂啊 别老糊涂啊 你就别生气了 我怎么能不生气啊 我跟你讲啊 到医院做刘晨 那绝对不行 万一要是跑了 那咱们不是鸡皮蛋挡了吗 我明天到镇上医院 去找那个老中医 让他想想办法 这孩子虽然没生 可那也是一条人命啊 你不怕作孽啊 好好好 你们老赵家还除了你这么个好好先生啊 我呸 也不知道你们上辈子祖宗 做了什么切得事 生成宝儿这么杀重 我告诉你啊 你不怕钻子绝孙 我还怕见着你们家老祖宗不好交代呢 你孩子必须做他 见了你我就逼你 明天你在家 好好给我看家 致上 oa 居 waste 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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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 干吗 姑奶奶 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 我要喝水 你别闹 我给你开门 好 你这儿 大爷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帮过我们母子吧 我也帮不了你 你就跟我们宝儿 再生个儿子吧 人家一辈子好 就这么回事 好 要是你们杀了我的孩子 那我也杀了你们的儿子 我有的是机会 你干嘛 你干嘛 就是女王 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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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 你 我 我 F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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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 F 给我好好带着 听到没有 胆子不小 还不醒啊 你是不是要等着孩子生下来再给他喝 但我是睁眼瞎 你那边心思 你明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那丫头她就是宝儿的媳妇 你缝电去的 你瞎说什么啊你 我瞎说什么了 你趁我不在家 你往他屋里钻什么钻啊 什么事情让你吃上饼发作了 我干 你和马寡妇那点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就是懒得理你 你把寡妇死了 你还掉几滴眼泪渣的 你记得嘴德吧你 我怎么不记得了 要不是我及时赶回来 现在给你钓伤的人 都挤满一用子了 那本来的媳妇 也就跑掉了 你当晚给她问药 你当晚给她问药 听着没有啊 嗯 来 把这个喝了 听话 喝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药 你喝了它 身子就利索了 就能跟宝儿生孩子了 听话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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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滚呢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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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la 逻辑 宝儿 媳妇 怎么了 你媳妇生病了 等她病好了 就能给宝儿生孩子了 我们宝儿就能当爹了 走走走 真的 走吧 宝儿当爹了 宝儿当爹了 当爹了 就这样 欧阳燕被强行灌入了堕胎药 此刻的欧阳燕感到非常的无助 她多么渴望 楚良能够立刻出现在面前 救下自己 保全他们的孩子 而另一边的楚良 从上次吴丁丁提供的线索 结合监控信息 她在挨个排查所有 有可能嫌疑人去过的村庄和城镇 以寻找她爱人的下落 很快 楚良就要查到 欧阳燕所在的这个村庄了 那么楚良 若能否追寻到这一户照信人家 救下欧阳燕 打破他的噩梦呢 咱们 接着往下看 你怀孕了 意外 让命运转折 实相的话 该你帮我走 谢谢中国 人类这么多 欧阳燕失踪了 这次行动 有我亲自指挥 无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 去上这个家的乡 鸭鸭 这块钱 就是悬崖了 不良 不断羞结残酷 欲加绝望的宠静 你需要进行手术 我们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爱与恨中 就是投作我幸福的贼 救赎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 我再做你的心 敬请收看 《图法》的语剧 六级迷语剧 风雨燕归来 走 初遥 初遥 你在哪 你在干什么 我们的孩子 没了 大娘 大爷 您见过这女孩吗 没有 没有 没见过 您见过吗 没有 没有 没见过 行 谢谢您 不用 不用 老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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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火烧屁股了 你火烧屁股了 说 听说有警察 跨城追查 被拐卖的妇女 现在就在春晚会呢 哎呦 谢天谢地 咱们亏了没有急着给宝儿办牺牲 没人见过那丫头 我跟你说 那边慌啊 咱家 是在村子最边上一家 隔壁两院长期没到咱们这边来 等会警察要来 你别慌就行 那怎么办 一天看我的 自有办法 来 就在这儿 下去一下 下 下去 没事没事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 听话 听话 就一会儿 就一会儿 来 下去下去 哎 听话 听话 哎 对 听话 哎 好 坐下 扫这份罪都是你自找的 谁叫好好的姑娘 没结婚就怀孩子的 早就跟你说过 进了赵家的门 就要听赵家的话 做好赵家的媳妇 你倒好 三番两次的想跑 闹得鸡也不得爱你 这以后你就在这住下了 吃的喝的少不了你的 以后想怎么过 你自己想清楚 来 过来 站起来 让手给我 张水 张水 大娘 您见过这个女孩吗 长得真漂亮 像个大明星似的 没问您漂不漂亮 您仔细看看 可惜了 你什么意思 您是见过她吗 有点像 我不敢确定 大娘啊 你不着急 慢慢想一下 把你知道的情况就告诉我们 行 那咱们进屋说吧 边喝水边说话 大娘 水就不用喝了 您还是继续说当时的情况吧 好 我们家呀 是这个村子的最边上一家 这边东厢房呢 是我家的厨房 这边西厢房空着 来亲戚了 就住这儿 正屋啊 儿子一间 我和他爸一间 还有一间放电视的小房间 来个客人说话的 就在那儿坐着 大娘 您家还有地窖 啊 啊 我们这儿 三家都有地窖的 冬天啊 长个土葱菜呀 夏天啊 大个水果的 冻不坏 也热不搜 现在过气了 不用了 我们还是进屋说吧 不了大娘 您刚才说照片有点可惜 是怎么回事 两个月前 有两个人到我这儿租房子 小伙子 人高马大 五大三粗的 拉着个姑娘 跟那照片上的很像 就说 要租我这房子 那姑娘吧 披着一件大褂子 两只手绑在背后 你看哪 这个小子 吃多事 也没敢吱声 那小伙子来跟我要手 电头 说她媳妇跑了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 也没敢多问 这心里啊 就直发毛啊 早晨一起来一看呢 那男的 就在南牙子上蹲着呢 走过去一问呢 她媳妇跳牙了 您亲眼看见她跳牙了吗 没有 小伙子自己说的 那小伙子现在人呢 第二天 小伙子说不做房了 就我给她几百块钱 我一想 两个人就住一宿 一百块钱也行 就退给她了 那您租她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看她的身份证 没有 我就看她手上的一摞子钱了 就把这事给忘了 大娘 要我遇到这种事情啊 您可得看清楚了 您说让个陌生人住在家里 这多不安全啊 可不能只从那点见 是 您后来还见过那个男的吗 没有 第二天她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天擦黑的时候就走了 再也没见过 那你的呢 也再没见过吧 廖强你知道吗 我能感觉到 燕燕她来过这 她一定来过这 初遥你别激动 冷静一点 要不我们进去南雅子看看吧 娘 娘 娘 媳妇婚水 媳妇婚水 媳妇什么 你傻子整天就胡说 您家里还有别人吗 没没 我这傻儿子整天就胡说 我休啥说了 这捣乱我打你嘴 大娘 我还是想看一下地窖 地窖里没东西啊 都是烂菜帮子 真的 真的都是烂菜帮子 没什么看的 我带你们到卫生所去看一下 去处理一下 然后我再带你们到南雅子去 我带你们到南雅子去 好吧 DJ 什么 eating 那行 那走吧 伙计 那我走 走走走 你看 手都烫红了 哎呦 赶快去处理一下 我带你 带你 五良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欧阳燕 总有一天我会成你的仿色 我知道廖青喜欢你 她也当着我的面亲过你呢 在那结婚的时候 我要你请她来做伴娘 结婚的事有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 那天那小伙子就蹲在这 看看这边的山那么高 这掉下去还有救啊 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徐天 是 打电话叫所有人 我们下去搜查 我要见人 死要监视 好 走 打电话叫做优独播剧场 这是燕燕的项鱼 还硬来过这 燕燕 欧阳燕 给我重来 欧阳燕 燕燕 出来 燕燕 你在哪儿 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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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燕 燕燕 规备处分,暂时停职。 你都听到了,警察来了又走了,他们手上拿的照片就是你,他们到南崖子下面去找你了,你的家人也很快知道你跳崖了。 你就死心塌地的跟宝儿过日子吧,总之,我们赵家不能绝了后,你自己想清楚。 你快用了。 意外让命运转折。 识相的爸。 该你把我等。 去家住户,没了一张不多,欧阳也失踪了,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无奈在回家路上。 给宝儿生个孩子,去上赵家的乡口。 压了,再往前,就是悬崖了。 无奈在回家路上。 不断休息残酷,愈加绝望的寿静。 你需要进行手术。 你结婚吧。 重生却迷失在败义恨中。 我做我幸福的贼。 就是,何时到来。 如果有来生,再做你的心。 精心收看《独播》的目的六集迷女剧。 风雨燕归来。 看姐,来两个饼。 下单加厂上啊。 干啥呢? 什么呀? 你说,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差你了,快。 别看我了。 你看我不是,是吧? 不玩了。 警察正常。 我走。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柴春云夫妇限制欧阳燕的人身自由,且强行给欧阳燕灌下堕胎汤药,致使欧阳燕流产,都是严重触犯了法律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众处罚。 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勤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正所谓是命运弄人啊,处良好不容易查到这个村子,却没想到被柴春云的阴谋诡计给蒙骗,以为他的爱人欧阳燕,真的是从悬崖上掉了下去,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再远世了。 而欧阳燕呢,面对着处良那么靠近自己,自己可以获救的希望,那么真实,那么近,然而终究是一步之遥,就此措施了。 任凭他如何的挣扎,柴春云的枕立遮掩之下,他拼尽全力,虚弱的嘶喊,已然是无法让楚良听到了,已然无法让噩梦醒来。 现实正一步一步走向欲加残酷的境地,无助和绝望充斥着欧阳燕的内心。 那么,接下来,他又该如何面对如今的困局? 欧阳燕是会就此妥协,认命,还是会继续挣扎,拼尽全力反抗他的这一切噩梦呢? 而楚良在经受了爱人很有可能已经惨遭厄运,不在人世的打击之后,又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放弃寻找呢? 欧阳燕,他的命运又到底会如何发展?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三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神图画,再见。